F欄這邊多一個VBA 那當然我會需要的效果就按一下它 它就自動輸出 再一個清除 那另外還有就是說 按插入函數的話 會有一個使用者定義 會有一個業績函數 按確定 那當然也是一樣 兩個銷售量 銷售額 就銷售金額 按確定 一樣會幫我return回來 那這個部分的話 前面應該做了蠻多 是類似的 差別是說 在VBA裡面會多一個end end的連 就是說呢 應該是交集 兩個要都同時 同時那個 為true的時候 那這個地方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 清除我想比較簡單 for i 等於2到7 然後把 sales i 多點 f 欄 裡面的東西 給空置串 所以這個地方寫出來 清除一定是最簡單的 清除有沒有 業績清除 我就插入一個程序嘛 叫做業績清除 然後呢 回圈範圍2到7 當然你這個7 可以改成 去抓最下面的 那把這個儲存格裡面 都塞一個空置串 這個比較簡單 那你可以把這個複製貼過來上面 叫業績 那業績的範圍 一樣是2到7 只是說你的邏輯 特別是 注意喔 我們前面講過了 它的關鍵 以後你在回圈裡面 做邏輯判斷 而且是兩重的判斷的話 一定是if 一定有個rem 有個else 有個end if 那這個中間就放 這個為true 這個為false ok 那多一個end的時候 特別注意喔 請你放在這裡 前後還是要空白 第一個條件 第二個條件 反正你就是照這樣的結構 就不會有錯了 那以後當然如果你記不起來 沒關係 把它當範本嘛 以後如果說你以後 有些地方會用到的時候 你可能一下打不出來 沒關係啦 你就是照著 照著改 應該也不至於改不出來吧 所以這地方的話呢 如果你有兩重邏輯 是這樣子 那當然如果說 也許你有多重邏輯啊 你也可以再加 else if 就是我們前面 上個禮拜講的 你還可以一直else if 也可以再做 更複雜的邏輯搭配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就是多一個業績 再來的話就是說 我會需要輸出嘛 所以這個地方輸出 就這樣 就直接輸出了 ok 所以等同是跟剛剛的這個邏輯 是一樣 只是把它變成什麼呢 變成VBA 一鍵完成 它一定是一個SUB 然後叫業績 for I 等於第二到第七列 輸出到哪裡呢 一樣是輸出到那個F欄 所以特別注意喔 我是這樣看著F欄 B欄大於二十 and D欄大於八萬 八萬在後面 ok then 至於我想 剛開始也許你一下子 沒辦法全部打對啦 不過可能要多打幾次 反正我們現在學來學去 不外乎就是 for ness 哪一列到哪一列 所以其實就是慢慢習慣了 以後if then 中間邏輯 else and F 輸出到哪一個儲存格 慢慢慢慢習慣之後啦 你也許就是 可以越來越習慣了 然後呢 你想要做什麼 你就看著這邊嘛 其實我不是 不是說用背的喔 因為你為什麼我要把VBA 放在右邊啊 因為你一邊看一邊打 說真的啦 也不太會錯啦 除非說你 自己打的時候 可能沒看準喔 那當然有時候會有些 Bug出現 你再去修改 應該很快就ok了 好 那第一個就是業績的部分 這個前面有做過類似 差別是多一個and 好放在這邊 再來就是說呢 我如果要把它變成 插入函數 會多出一個叫業績函數 這個業績函數呢 它的作用就是怎麼樣 會跟你要一個銷售量 會跟你要一個銷售額 你給它之後呢 你給它這個 跟這個 這兩個都給它 給這個業績函數 它會怎麼樣 給你一個結果 這兩個給它之後 它給你一個結果 放在哪裡呢 放在你現在儲存的位置 這個就制定函數了 那比如業績函數按確定 一個格子是銷售量 一個格子是銷售額 回來給你優 按確定 向下填滿 這樣也完成了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制定函數 這個前面我們已經做了好幾個練習 類似的 那差別在哪裡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 一樣是 在Visual Basic 不過插入程序的部分 一定是一個方權 按確定之後 這邊 我再按確定之後 給一個名稱 業績函數 那後面需要兩個 這個儲存 讓它放 所以使用者就是填銷售量 銷售額 填完之後的東西呢 它會暫時幫你放在哪裡 幫你放在這裡 所以這個給它 它會自動幫你把它放在 這一個引述 這個引述裡面是可以放資料的 暫時放什麼呢 使用者填的東西 再把這個放在這邊 所以你會發現 這邊如果 銷售量大於20 而且銷售額大於8萬的話 那這個地方就return 差別在這裡 前面是return到哪一個儲存格 這邊是return到什麼 前面的這個名稱 所以習慣之後 大概就是這樣的邏輯 那跑完之後呢 這個就完成了 另外之前有同學問了一個問題 我覺得還蠻好的 他問了一個問題說 老師 如果我這個業績函數 會給其他人使用的話 那我要怎麼樣給別人使用 而且我可能不只一個業績函數 我們部門裡面 有很多大家都會用到的函數 可是它的電腦沒有 那我要怎麼給它 這個是好問題 對不對 因為可能大家接著就會遇到 大家都寫好了對不對 那怎麼做分享 當然方法一 可能比較困難一點 開發人員 Visual Basic 把這些程式貼上去就好 但是可能會有問題 什麼問題 就是不是每一個人都會貼 而且還要先插入一個模組 如果你沒有模組 你沒辦法貼 所以你還要教他 怎麼先開啟這個開發人員 然後怎麼樣插入一個模組 再把程式貼上 這樣好像似乎不太合理 所以可能就要方法二 那方法二怎麼做 其實很簡單 你可以這樣做 這邊你可以檔案 另存新檔 另存新檔的時候 你可以把這邊選擇其他格式 這邊都沒有 其他格式好了 我們選其他格式 那其他格式裡面的話 特別注意 請你把它存什麼 存成所謂的真意集 你有沒有看到 再倒數第二個 就是所謂的什麼 真意集 那這個真意集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呢 我將來 需要當我開啟 這一台電腦的Excel的時候 它會自動幫我載入 這個真意集裡面的自定函數 那所以你就怎麼樣 把這個檔案第一個 另存新檔的時候 存成什麼 真意集 真意集有分兩種 一個是Excel的真意集 多一個XLA多一個M 或者是舊版的 不過你可能如果你們公司 還沒有升級到新的版本 那你可能就要存那個底下這個 97到2003 那我們用這個 好 特別注意哦 當你選擇真意集的時候 請注意一下 一個訊息 上面這個有個路徑 這個路徑 就是這一台的 當啟動的時候有沒有 它會去直接把那個真意集加進來的一個路徑 所以特別注意哦 它會存在你的這一台的真意集 那也就是說你把檔案給它 請它另存新檔 存成什麼呢 存成真意集 並且它會自動幫使用者找到真意集會自動啟動的那個路徑 所以你就直接按儲存 好 那儲存之後呢 OK 這個時候呢 你可以載到一個路徑 就是載到那個上面這個地方 也是一樣 也是一樣 我們要開那個 開發人員的這個路徑 其他命令 其他命令裡面 各位就會看到哦 在那個制定的下方會的真意集 這個真意集哦 你可以發現呢 在這個真意集裡面呢 就會多出一個什麼 我們剛剛存的這個 底下一個什麼 欸 有沒有 02邏輯函數 那也就是說哦 如果我把它關掉 重新開啟的時候 它就會自動幫我把 剛剛你存在真意集的那個 那個制定存的新檔哦 直接打開 打開之後 也會順便幫你把裡面的制定函數 也跟著打開了 也就是哦 如果你給它什麼 給它檔案的話 也許你給它一個真意集檔案 或者你給它這個檔也沒關係 那但是你要教它就是 另存新檔 存為真意集 叫它把這個excel關掉 把這個excel關掉哦 啊 重開 重開之後的話呢 也把它儲存好了哦 那無論說你今天呢 開啟的是哪一個檔案 比如說我今天不是開邏輯函數 我是開日取誰函數的話 打開之後呢 那我們來看一下哦 插入函數裡面 這個時候呢 理論上應該我完全沒有做過任何什麼 使用者制定的對不對 這個 那現在是沒有了 不過你要去檢查一個地方 就是爭議集有沒有啟動起來 其他命令一樣哦 再到這邊爭議集 這個 看一下 這可能是不是要把它 執行起來吧 哦 因為在2010的哦 我記得好像直接就可以了 但是這邊是不是因為它是非使用對不對 所以把它執行一下 OK 好 那執行的話請記住一件事 現有的爭議集 打勾 按確定 因為呢 如果你沒有把它引用進來 它不會自動執行 按確定 好 確定對不對 這個時候呢 你再到插入函數裡面 看一下有沒有哦 欸 使用者制定就出來了 那剛剛的那個業績函數 也就出現了 OK哦 那只要你將來把這個爭議集給其他人 記得叫它另存新檔 存在它自己的爭議集路徑底下 無論它打開哪個檔案 都會看到這些使用者定義的這個函數了 OK 應該懂那個邏輯吧 可能多做幾片就OK了 我再把重點提示一下 第一個 這個請你先 把剛剛的這個邏輯函數 這個有沒有 另存新檔 那如果說你當然給別人也是一樣的 請他怎樣 另存新檔其他格式 找到這個 有一個叫爭議集的 直接把它存到這邊來 它因為爭議集自動會跳到 目前這一台電腦的 爭議集的那個路徑底下 把它存過來 再來呢關閉 也許你去開別的檔案 但是第一次特別注意 第一次的時候 要使用那個爭議集的時候 比較麻煩一點就是 你要看到這邊有沒有 有沒有變成那個什麼 使用中的 如果沒有請你置信下面 記得把這個打勾 如果打勾之後有沒有 那個爭議集裡面的Function 特別重要只有Function Sub不會出現 就會出現在使用者定義 這邊就會出現使用者定義 那也就是說 你只要把大量的Function 都放在同一個檔案裡面 然後變成一個爭議集 以後每一台電腦都可以這樣做 應該這個方法 我想應該會比較簡單一些些 當然還有其他的方法 可是其他的方法 可能要透過像Visual Studio 其他的開發程式才有辦法 不過那個我想 可能對各位來說太遙遠了 所以剛剛講兩個方法 如果對方也已經會用那個 會用VBA的話 比較好搞定 你乾脆給他一個雲端 像我們這個雲端白板 Ctrl-C,Ctrl-V 但是如果不是的話 請他用第二個方法 另存新檔爭議集 OK 畫面先畫給各位 另存完之後 記得再把它改成 這個啟用中的那個爭議集 它就會自動就出現了 OK 我想這個方法應該是會比較容易一些些的 那你再到那個爭議集 到時候你在開發人員裡面 也同樣會看到那個 就是爭議集裡面的那個VBA程式 那當然也可能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呢 如果對方要修改你的爭議集裡面的那個 function的話 我看一下 理論上也是可以改 也是可以更改 因為它這個地方等於等同就是說 它一啟動 就會去執行那個爭議集 裡面的程式 理論上也會被看到 所以如果說你遇到那種高手的話 他會自動 他可能會去看一下你裡面的那個程式 到底怎麼寫的 不過這裡就牽涉到延伸性的問題 可能有同學問說 老師那這樣不對啊 如果我寫了很多 那是我的智慧結晶 我花這麼多時間 人家隨便一打開就可以看到的話 那這樣的話呢 豈不是這個感覺有點沒有保障 那有沒有什麼方法 可以防止別人看不到裡面的東西 當然可以啊 其實也非常簡單 就怎麼樣 加密碼就好了 打開 你看 你打開 你看到了啊 但是你一打開密碼 請你輸入 如果不知道密碼 那很抱歉 就看不到裡面的東西了 所以如果說你今天 以後可能要給別人用的話 你還可以再給別人那個檔案之前 可以先把VBA加個密碼吧 這樣的話會更好 可是 要怎麼樣在VBA裡面加密碼 等一下再來看好了 那請各位試試看 如果你可能在那個其他檔案裡面 加了一個 一些 先特別注意 能夠分享的一定是制定函 一定是Function 你即便給它Sub 裡面它也 除非說它自己會知道增加按鈕 不然的話你也沒辦法執行 所以假如說它要開啟要有那個按鈕 我想這個增益集裡面 那如果按鈕 它這邊好像 好像也沒辦法把那個按鈕加進來 增益集好像沒辦法去執行那個Sub部分 頂多就是只能執行那個Function 所以配合增益集的話 你如果要分享那個所謂的不是內建函數 是制定函數的話 那就是要 這個只能用Function 所以這個地方VBA 如果要分享 恐怕這個地方就是 還是要用制定函數了 所以 你用哪一種方式去呈現你的VBA 去提高你的效率 取決於你要用在什麼地方上面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當然沒有硬性規定 只是說哪一種方式 你要達到那個墓 你要知道它有一個限制